曹格2008年和老婆吳素玲結婚 婚後育有一子一女 結婚14年 不料最近卻傳出夫妻感情疑似身變 被發現目前是分居狀態 而導火線疑似就是因為3月曹格在度酒後失態 大鬧台北的一家餐廳 16號曹格出席馬來西亞的記者會 被問到夫妻之間的關係 他談言和老婆正在冷戰中 但他認為兩人的事還是要對方也在場比較公平 雙方都還在為這段14年的婚姻努力中 但現在也沒有把握可以跟太太攜手走過一輩子 隨後他也解釋3月在台北餐廳失控 是因為喝了加酒的雞湯 並說自己早已經戒酒 事實上曹格早在2009年及2013年 就因為折後鬧事甚至毆打香港藝人 鬧上新聞版面 當時他還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洛磊表示自己要一輩子戒酒 如果再犯就會退出歌壇 捐款1000萬 今年又再度因酒無事 外界也猜測老婆吳素玲應該是在起這件事 夫妻倆的感情是否可以修復 實在不得而知